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们在Toronto的第三天啦 今天我们的计划是早上起来先去吃个早茶 Chinatown 吃早茶 对 然后再去这边的一个Ontario Museum 它叫Royal Ontario Museum 好像据说那个馆藏挺丰富的 而且很厉害 怎么厉害你要不要到时候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就可以说 因为我很懂 那你可以说 它怎么厉害呢 就是中国流逝到海外的那些叫什么馆藏 它是排名世界第二的 就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是大英博物馆 然后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馆藏数量最多的地方 就是这个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然后它还有一个保存完好的明朝的古墓 是祖大寿的墓 那个墓是要收钱的吗 单独收费呢 应该是在收钱的 行呗 那到时候再看吧 对 然后我们今天就要离开多伦多市区 嗯海拉 基本上就要往回走了 今天晚上要住在其他地方了 明天就要回去咯 这还不是严格的小区 要往里面走 要往里面走 对因为我记得多大还是蛮蛮蛊色古香的 对 要再往西边走一点点 就是那个就是多伦多大学 我就记得那个谁 林志玲不是多大的吗 她是学那个反正美术啊 就是人文方面的这个学科 我就让我感觉多大好像 这个类似的学科就会比较厉害 人文历史美术艺术 是不是因为华人 或者说有钱的华人 就学那个人文类的比较多 那学商科也多 对 啊我们现在就已经经过一幢 古色古香的楼 哇我们刚走过的时候 隐隐约约看到有东西 然后停下来一看 它这个墙壁上原来都是历史资料 是反法西斯吗 对应该是反法西斯的 我觉得应该是二战时候的东西 因为它有坦克 从2003年的2001 2003一直到 我看一下最新的东西 这应该是2012年左右 就是什么开布尔啊 坎达哈呀等等 哇这就到多大的核心区了 好古老哦 让我想起了周总的一首歌 威廉古堡 威廉古堡 这就是那个非常古朴的 往那个东边一看 它就是非常现代的城区 就是夹在中间 对 哇它这个学院前面就是CNXR 就感觉是一个什么中轴线的感觉 你看 莫名其貌的 就有一个中轴线的记事感 现在是快早上十点了 我们来这家龙生站 来吃个早茶 远远的就能看到店门口 有好多人在台队 好 希望我们第一波能够吃到啊 如果吃不到的话 那就 如果第一波吃不到的话 那肯定得换点 对肯定得换点 不能傻等 总算坐下来了 其实也没等多久 因为我们差不多10点来了 对 赶紧点菜 饿死我了 就一面 对它就一面 不是特别好 上了一个齿枝蒸排骨 赶紧吃 吃 吃 它就有 它没有芋头 它一盘都是排骨 我都不是让你偷偷点了一个煎酿茄子 这个就是那个茄子里面有沙滑 对吗 好好吃哦 因为我们特别讨厌茄子 那个深深的有那种深深的味 生茄子味 但它完全没有 它皮是硬硬的 然后里面完全软 而且它这个酱油很好吃 这东西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虾子烧卖 看这各大饱满 肯定好吃 它没有说它有粥 炒餐单上没有写粥 这个也是你每次都一定要点的东西 有虾饺必有烧卖 有烧卖必有虾饺 看它它它虾饺是四个 就有的店是三个虾饺 有的店是四个虾饺 好 把虾饺打开之后 里面的馅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含虾人的量还行 香菜牛肉肠粉 刚刚上了我们今天最后一道流沙包 让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流不流沙 哇好烫 哦 哦 哦 这不是流沙 这是奶黄包 这是奶黄包 写中文那么多 我为什么会觉得它是流沙包 超肠 超肠 我去吃炒肠 都是饼包 或者放开 这也吃得很油 我给你吃了 这家肠粉 最后有输入了 在国外吃的时候 肠粉做的比较好多 肠粉比较顺 然后关键是它里面有点馅还挺多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吃这种肠粉 就是满嘴都是厚粉 有多恼火 哈喽 我现在上来了最后的布丁甜点 看起来很不错 那话不多说 我们打分吧 3214.5 4.9我是4.5 你先说吧 我觉得就是反正早茶呢 就是从菜品上它其实没有什么新意 都是比较传统的那个几个品类 但我觉得它做的就是 我觉得这个厨师它真的就是做的很到恰到好处 既没有把它搞得那个很浮夸 然后呢又没有搞得那种烂七七的 就是所有东西都做出来都清清爽爽的 一份一份的 然后呢口味呢也是恰到好处 没有什么新鲜 味道过重 然后或者是没有味道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说这家餐厅就是做点心 就是恰到好处 然后吃的人也很舒服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给它时间九分吧 好那我说一下我的两个扣分点吧 实际上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 我 不爱吃东西看 我看餐厅也不只是看食物了 当然这个店的食物我觉得是秒杀很多的地方 什么密歇哥最好吃的早茶在它面前就是渣渣 我也承认 但是呢有两个点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它的桌间距搞得有点太窄了 小方桌和旁边的大圆桌也相差的太近了 反正我的标准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出去 需要让零桌的人给他挪位子的话 那就是桌间距太近了 这是第一个的口风点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洗手间 它的洗手间的温度太高 就还是那句话 看是不是正宗中餐就看它的洗手间 今儿这个洗手间 着实把我热着了 都出汗了 而且它还在洗手间里堆放了一点杂物 你有没有想到你睡太久了 我在里面拍那个杂物拍的时间比较长 它里面确实把一些手指啊 那洗手液啊都堆放在洗手间 所以给人感觉这个体验就不是很好 就完全是把酱本增效 凌驾在了客人的体验之上 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的了 我们赶紧 我们吃成多少钱 72块9毛3加币 很不错了呀 对吧 就是无论从味道上和这个性价比来说 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我觉得生活在多伦多的华人真的好幸福 我觉得它这个涂鸦涂的挺有意思的 它把这个道路那个中间的那个墩 化成了一双帆布鞋 是 社交媒体上都有很多的文章在推这个菜 无锡菜 还有说什么南京啊啥的 但到现在营业时间开了两个小时了吧 真的感觉没有什么人呐 所以就不吃了 我觉得这个街角真的好像上海啊 这有个红砖的建筑 然后远处是那个现代化的零次之笔的高楼 这就像上海的延安路高架南边的马勒别墅 这种天走走的真是 而且在这个环境里面 只要不被太阳直射就行 不紧不慢的 那个雕像是King Edward VII 爱着我的骑士 他有什么事件 没有因为太晒了我就赶紧过来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Queen's Park里面走着 然后再走一二百米吧 就会到那个ROM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说那个现在是7月2号 一直到几月份 八九月份吧 它都是那个一楼的大厅 就一楼那层它是免费开放的 就是说走路就可以进去 我们先去看一下免费开放的区域 有什么样的好的展览 那有个美人鱼 哪美人鱼啊 那个两个腿都分着叉呢 反正也是那类似的 类似的四处 好 这儿就是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正门了 哈哈 还是非常壮观的 哇 这个我真没想到 它这个免费展览区 居然能看到这么一个大恐龙 太意外了 没有花票价还能看到这么一个大恐龙 原来这是外墙 后来有了这大东西就厚扩了 把这个面积就往外扩了一点 这个就是从那个中国整个运过来的 明朝的墓 人物揄 真的,他从中国运过来的 我明白,他从中国抢个木干嘛啊 这是文物啊,别人觉得有价值啊 他是把这个 他有这么高吗 有啊,石像生就是有这么高啊 但不是按照真人的时候啊 不是按照的,就很高的 你看那个十三陵啊,明少林啊 门口不都有吗 从那个洞五开始,然后到那个文成武将 所以他就是一对骆驼,还有那个一对 一对这儿 汉堂的那个空心的石砖 哇 走进看真的好震撼啊 我们来看这儿好几个佛像 一个 两个 三个 哎 怎么还有个胸口有墨镜的呢 我觉得他最值钱的就是这六十几片那个壁画了 我忘了,我忘了是国内哪儿了 然后他就把它一片片抠下来 抠下来之后,然后再把它贴回去 喝冲它 一天 专跑 二天 一 二 二 二 好 现在已经到了吃晚饭的地方 四千想后 在权衡了新疆菜 大压梨 以后还是决定来吃江湖菜捏一筷子 而且网上的评论也是比较好 然后到了之后 是发现里面排了长队 乌央乌央的 然后就拿了个号 应该要等45分钟到一个小时 在这个之前 发生了一个囧事 就是车子的轮胎扎了个钉子 就一路开 从昨晚就觉得气压有点低 胎压有点低 然后一路开 发现左后轮下午是只有15了 然后就停车看了一下 有个钉子 后来就找了个修车店 找了个轮胎店 去把它修好了 修完了车 又到大统华去买了点食品 买了点回去吃的食品 每次出来 都感觉要把买菜 作为行程里面必做的事 这个真的是有点搞笑 但是大统华确实是货品太丰富了 和国内没什么两样 甚至是超越了国内的一般的超市 我们这粘衣筷子是在一个华人区的plaza里面 然后整个风格就非常的重夺 从人和人之间的气场 到这个店面的风格 以及到这种停车的时候的这种 什么急躁的衍生 都非常的重夺 然后我们这个店 也是一进门拿号的时候 就已经提醒了说我们只能够收现金或者收储蓄卡哦 又是一个不收信用卡的地方 拿个免费的加拿大商报 这个小龙坎好像里面要排队吗 我看一眼 小龙坎 好像不要排队呀 不要排队 里面人还挺少的 它写着总有一天你会来吃 小龙坎老伯伯列治文山店 绕过来之后又有一台餐馆 有一个鱼米轩海鲜小炒 这个也是感觉是人气比较高的 哇里面这个葱香炒蟹 还有那个麻辣的大虾都看着我好想吃哦 人人菜馆 这个中英文的名称完全对不上 还有一个越南的米粉 越南牛肉和粉店 然后这是一家致足乐 无聊 早往前走走是一家什么呢 另外是一家甘起店 早往前就是一个医美的店了 然后走到最后是一家叫做无图楼的 金川菜馆香锅北京烤鸭北方面食 走在这儿啊就真的很像是在国内 这个高高的住宅楼 周围的华人以及一些中文的招牌 还有餐饮 我真的又恍惚了 这到底是在哪啊 好现在我单方面宣布 大多伦多地区就是整个中国以外最像中国的地方 可能不是中国人最多地方 应该比比大纽约要少一点吧 我猜 但是他真的太像中国了 哇第一个菜上来咯 是江湖小炒肉 12点 25分 感觉锅气还是挺足的 然后他 然后他这里面有一个蒜苔 对 然后你看一下那个一根一根的是啥 是不是姜丝 这个肯定是姜丝肉的 好这个是我们的双胶什么兔啊 双胶跳水兔 双胶跳水蛙 因为我太想吃兔兔了 所以我一直在讲双胶跳水兔 这个东西我目测一下 应该是比较嫩的 你看 当然让里面除了哇哇还有很多的蔬菜 还有粉丝 好这是第三个菜 哇 上面还冒着热气的干腰和炒 满满的过气 让他们仨来个大合影吧 原来还想点一个汤 原来还想点一个那个什么汤 点一个豆苗汤 但他们只收现金 然后身上的现金不够 就把汤给取消了 哇哦 它是大米饭也好吃 嗯是的 但可能是那种南方的大米饭 就是这种四苗米饭 不是东北大米饭 嗯 我给你说说乐吧 好多那个川菜馆都没有 就是这里面配料也是他盖我的黑啊 上面的那个就是都是那个 都是黑莫 黑莫和洋葱 因为这种菜本来就是 腰和干 它成熟的时间会要嘛 对吧 嗯 所以它的难度就带着 也要保持两个豆腐 啥也不说了 来我秀一下这个自己的饭碗 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 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了 那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同学的饭碗 他维持了我在国内的习惯 这个人要根没动吗 这个饭 对因为我是用饭吸油 来看一下后面是在这个店哦 好了 我们吃饱饱 现在我数三二一 打分 三二一五分 这家店肯定是满分 那个味道太好了 比我在 我觉得比我在四川当地吃的都还好吃 对 因为它每一个道 每道菜都有它自己应该有的味道 对吧 不是所有的菜都是就是光辣而已 各自有各自的味性 然后 嗯 也不算贵 不便宜 但是也不算 我觉得也不算贵 因为它菜量还可以 我觉得横向对标加拿大的价钱的话 应该是不便宜 嗯 可能是因为它是这种新的 从中国开过来的这种 国内已有的餐馆 和加拿大华人自己开出来的那些上一代移民开出来的 这种本土的一些中餐馆 还是走的两个路线 它就是正宗的中国味 然后价钱也会贵一点 然后装修也会好一点 我就觉得我们挺可怜的 在密歇哥吃了那样子的中餐已经觉得很好吃了 那种店放到多伦多来 我估计根本活不下去 对绝对活不下去 而且我给五分的原因 就是我最大的一个加分点就是我被它里面的配菜感动了 就是三个菜吧 就是它该有的配菜都是 都是它应该有的样子 我举个例子在美国的话基本上 那几大配菜洋葱青椒胡萝卜 或者是能能够对你好一点的话 就是给一点黑木耳就来来回回是这些 但是今天居然吃到了蒜苔 在那个蛙里面也吃到了黄瓜片 沐浴丝 就属于该有的配方 它一点都没有就是用本地可 本地亦获得的低成本的东西来给你做替代 我觉得这个非常让人感动 然后与此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感受也是来自于 人在差的地方待的太久了太久了 所以偶尔碰到一个不差的东西 你就会觉得 这个东西非常好 这个作为我们多伦多之行的收官 应该是收官的 正餐的收官 待会还要去买个奶茶 对 真的是太精彩了 你看这次吃的真的是一波接一波 对 而且我要说的是里面的那个服务生的那个态度也挺好的 然后也也非常能够预判你的想法 哎还是那句话 像在这儿中餐林立的这个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但凡口味不行 服务不好 真的很难从国下去 那个大多伦多地区的中餐馆的那个客人的着装啊 整个气质都更让你感觉在国内就穿的比较的好 然后然后也比较的休闲 这个车子一停下来一看 就周周围这几百个店面都是那个 都是中文 哇都把人看傻了都 对啊你看这个是武汉的周黑鸭 然后这儿是河南河南会面卤面 然后这儿对然后这儿的话就是一个甜品店 来看一下马路对面 就是这么一个广场 然后广场特别特别的深 看起来有点像二手车交易市场 但实际上它就是个美食广场 现在已经买好了奶茶了 我要的是一个这个桑胜桑胜奶盖 然后你要的是一个奶茶三兄弟 三Q奶茶就类似于奶茶三兄弟吧 这两天这两天说中文说的太溜了到哪都说中文 然后刚刚点单的时候就说中文 然后别人听不懂 但有句港句 他这个广场 他这个广场真的是和和国内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每一个地方都是中国的那个那个东西 或者港澳台的吧 说大一点 大中国区的一些东西 中文世界的东西 然后夹杂着一些什么联谊会呀 什么开顺相亲联谊会等等一些地方 开顺不知道是哪里 应该是广东哪个地方 开顺应该开平碉楼应该不是特别远吧 好现在是在回神的路上 已经已经快到那个美墨 美墨边界不是快到美加边界了 来到一个叫London的城市 也是Ontario比较大的一个城市吧 现在有点萧条 找了一家粤菜馆 原来想吃东美菜的 但东美菜要十一点半才开 所以就找了一个粤菜馆 哎呦 怎么门口站了个人 是被轰出来了吗 是被轰出来了 人家十一点开门 十一点开门 所以就先把菜单给我们来看菜 行 点心不吃了吧 点心前两天刚吃过点心 昨天才吃 对对对 昨儿上午刚吃过点心 我要点个蒜香谷 你要点蒜香谷 对 哇他的这个金榜圆蹄 还有走地鸡都好诱人呢 辣子鸡就不要了 嗯 不想吃辣菜今天 现在这个还有十分钟 那个餐厅才开门看好了菜 就选择到旁边的那个中国超市 来买点蔬菜带回去 好了我们第一个菜上来咯 点的是 懒菜肉碎四鸡豆 我刚才为什么常探医生呢 是因为我看到了大量的洋葱 哎 我昨天还说那个 一个好的店配菜就不应该是狂加洋葱 这个菜是什么 好 这是我们的蒜香谷 好吃 Galics Bakery 这个还是看起来比较的干香的 嗯 上面的干油的也有 哇 这个菜一上来可以说把我笑了一跳 我原来以为它就是一个 砂锅一样的豆腐宝 只不过是和咸鱼鸡的豆腐宝不一样的配方 但这个上来的话就有点像那个素烧豆腐 下面还有非常典型的北美中餐的西班牙 姜汁炖鲜奶 它不会有姜肉的 我觉得会有不错 它是姜汁的味儿 因为我真的很不能接受一来比 但是这个还可以 不错不错 现在来打分吗 现在打分 3米亚 4点3 哦 一个这么低分啊 嗯 我觉得可能是在多伦多被这个 比较道地的中餐真的是给 换坏了 换坏了 对 现在对于任何一点Fusion的口味 都就是 都接受度都会低很多 我觉得这家菜呢 广东 作为广东菜来说 真的就是可能添了很多这个 就是老外喜欢的这个口味 我没办法 然后呢 就是从做的这个方法上面来说 可能也是更接近于这个美式中餐的做法 但是我们点了几道菜主要是 嗯 比如说那个炒四季豆和那个排骨 我觉得可能是 这种 本身就是有点 尤其是炸排骨 本身就是有一点这种西菜做法 所以它不会偏差的特别多 味道口味上还是我可以接受的 但是那个 嗯 那个鱼宝 就是如果去香港吃到这样子的 一道可能会生气吧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那个就是 从口味上来说 打欢就不会太高 但是这家店好就好在 它可能是这个London 这儿唯一家现在可以吃的早餐 对于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 可能还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存在吧 我为什么没有给比较高的分呢 实际上我刚刚打分的时候也有点往下压了 我主要的扣分点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所有的东西都显示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就是华人的餐饮产业吧 没有经过二次内卷的洗礼 就是比如说多伦多啥的都已经是卷了好几轮了 可能这还是停留在若干年前的水平 就无论是口味啊还是整个殿堂的风格 甚至我非常在意的配菜 还是以前的那种 甚至可以说第一代移民的这种配菜的风格 所以我总体而言的话就属于 我觉得可能是在London这个地方其实还是行的 但是作为整个旅程而言的话 和旅程里的其他东西相比的话 我觉得别的东西五分它四分差不多 我们还打包了几款点心 这个是打包的点心 这个是刚刚吃完了没有吃完的菜 那这样子我们现在也顺便做一个那个加拿大旅行的ending 现在呢我们整个行程就不舒服的话 应该是最后一站就在这儿结束了 接下来我们将踏上慢慢的回家路 又是慢慢的回家路 希望中间过关的时候不要太堵车 然后也希望待会儿一些顺利 我们下次行程再见 Jogging 拜拜 天面酸薄 嗯 你把嘴烫着了 你随便操手弄自己下 我先给你拍个影片 好 这样可以吗 张开啊 这样子 太笨重了 嗨同学 有什么事吗 你是这儿学生吗 嗯 不是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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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